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家就是一共六个人 老太子都88了 也没处住 完了就是找别处住去了 女儿 女婿 孩子 就去外边租房了 完了呢 我就是一人在这看家 根本就没法住了 原来孙德生家的二楼 在2019年12月6日 被邻居家一把大火 给烧了个金光 烧了之后我这边没有烧 后来我就想拿管子帮着救吧 结果管子拉过来之后 一看这儿就死火了 孙德生家的房子无故被烧 邻居家承诺 六个月内把他家的房子修好 可是一年半时间过去了 孙德生一等再等 邻居就是不给修房 简直说是一点诚信都没有 他就是一赖 房子非但没有修复 就连当时约定赔偿的 三万元的经济损失 也是分文未给 我都我跟你说 甭说骂 打的他心都有 说实在 咱就不能这么干嘛 原来约定好的承诺 为什么迟迟不对线 坚守在被烧毁的房子里 孙德生度日如年 这一段时间 我几乎连过节都吃了这个 没有心情 而且泡了一袋 也不一定都吃了 我就是想求助咱们 这个乡里乡亲的节目组 帮帮我们这受害者 编导前往北京市通州区 能否帮忙解决孙德生的困扰 乡里乡亲正在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里乡亲 屏幕上的这位大爷叫孙德生 他家住在北京市通州区 宋庄镇的富豪村 2019年12月6号的晚上10点钟 刚刚躺在床上的孙德生 突然发现窗外火光四射 跑出去一看 可不得了 邻居家发生了火灾 由于火势太猛 没一会儿功夫 大火就殃及到了自家的房子 大家看 这就是孙德生家二楼 被大火烧后的样子 残缘断壁 只剩下屋子的框架了 大火过后 邻居家也同意 在半年之内 把孙德生家的房子给修好 并且愿意赔偿三万块钱 但是让孙德生没想到的是 这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邻居既没有给修房子 也没给钱 孙德生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 他希望我们兰幕组 能够帮助他解决目前的困难 那么这场火灾到底是怎样引发的 为什么约定好的赔偿 到现在也迟迟没有兑现呢 这里面又有什么隐情呢 在收到了求助信息之后 我们的编导 第一时间赶往了孙德生所在的村庄 宋庄镇富豪村 多落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西北部 因为临近市区 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 富豪村也变得寸土寸金 按照孙德生留下的通讯地址 编导来到了宋庄镇富豪村 经过多方打听 在村子的西北边找到了孙德生的家 刚一落座 孙德生就打开了画匣子 据孙德生讲 2019年12月6日晚10点 他刚准备救寝 就被屋外的呼喊声 吓出一身冷汗 他赶紧跑了出来 发现邻居家的二楼 被大火团团包围 他也没多想 拿起屋外的水管就去救火 因为我上面不有水嘛 我就想拿那管子去浇去 结果把我头都烧焦 煤都烧煤了 孙德生说 自己一辈子也没见过 这么大的火 还没等他靠近 他就觉得自己的脸要被烤着了 这是孙德生当时救火时 被烧伤的照片 我们现在依然能看到 他脸上凸起的部位 还有烧伤的痕迹 那火大了去 就这铝盆 得60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融化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里边 一大五都全被融化 全给烧了 孙德生说 当时火从邻居二楼屋子里 很快蔓延了出来 火势很是吓人 当时着火的时候 他还在半路 就满屋圈 根本就看不见那边着起来之后 邻居家的女人和孩子被困在火里 孙德生顾不上危险 救火救人的声音 在他脑子里回荡 要是再晚回来十分钟 那就是说他媳妇 跟他那孩子就得给烧死了 孙德生说 邻居家男人回来后 不是救火 而是急着搬出家具 错过了救火的最佳时间 因为孙德生的房子 与邻居只是一墙之隔 十几分钟的功夫 孙德生就眼看着邻居家的大火 一点点把自己房子也吞噬了 虽然消防员感到扑灭大火 但是孙德生家的二楼 早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随后他带着编导来到二楼 现场查看房子被烧后的惨状 来 走 我带你上楼去看看 现在就是他给烧的整个 全是一个空城了 咱们去看看 最早我发现的是这个点 从底 底部宛中斯 上面不是铁板吗 他就从底 把底就找上来了 往上升是吧 对 他往上升 完了就站一着缓了以后 这里的全着缓了 就走向 就整个喷到冬头 全进去了 全进去了 孙德生的房子和邻居是紧挨着的 火势蔓延到二楼 让他十分害怕 现在站着的地方 就是当时烧得最严重的房间 屋里闲置的家电都烧了个金光 二楼是钢结构搭建的 除了几面石膏板的墙 其余的八个房间 不到十分钟烧得只剩下框架了 当时就说把这情况解决了 就是在200年的5月1号之前 就是完全给恢复了 火灾过后 两家达成过协议 邻居同意出钱给孙德生修房 孙德生考虑到平时邻里关系不错 就预留了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在2020年5月1日之前 邻居要把他家的房子恢复原样 家里闲置的电器 也折旧成三万元赔偿金 可是让孙德生没有想到的是 一年多过去了 不但房子没有维修 就连三万元经济损失补偿的钱 也是一分钱都没见到 孙德生很是想不明白 往日里关系很好的邻居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呢 我跟你说甭说嘛 打他的心都有 说实在咱就不能这么干嘛 孙德生告诉编导 现在邻居张志军和他的妻子张世勤 已经不接自己的电话 房子被烧以后 他们一家人搬到村东面去了 连人都见不到了 孙德生对于张家的行为十分恼火 甚至还考虑到 他们夫妻二人是不是故意这么做 编导安抚好孙德生的情绪后 打算找张志军和张世勤问问 是什么情况 在村里询问多次 编导通过富豪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联系到了张志军的妻子张世勤 您是小马 您好 您好 张姨 我有个事情啊 想您询问一下 好好好 进来吧 您现在家几个人啊 家里现在目前的这状况是无口然 这个经济状况怎么样 这儿子有一份工作 但是真的不多 儿子一份刚生完孩子也没上班 这个老伴也没有工作 我也没有工作 我靠打小时工过日子 我可能我生的空间出来都少不得买 张世勤告诉编导 现在家里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儿子的工资 和自己做小时工赚的钱 一家人勉强维持生活 为了多赚点钱 丈夫张志军去珠海务工了 现在家里的大事小情 基本都是他来料理 那个烧的房子是您的吗 烧的房子是我的 因为我们是09年盖的 张世勤说 2009年张志军和妻子张世勤 把家里的老宅进行翻建 家里的房子就成了一楼是砖混结构 二楼是钢架结构 一共120多平方米 房子建好后 张世勤就把二楼的两个房间租了出去 出租就是二层 租的是租围墙 张世勤本来租房 是想着提高家里的收入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家会遭遇大火 这一下事与愿违了 当编导问起火灾后 为什么没有履行和孙德胜的协议时 他给出了第一个理由 当时你奶奶约定了 说要给他修房 然后还要赔偿三万元的经济审 是为什么没有履行 没有履行 一个是经济跟不上 我儿子刚接完婚 接着要上孙子 张世勤告诉编导 火灾发生不久后赶上儿子结婚 紧接着儿媳妇又生了小孙子 生活负担一下又加重了 家里的积蓄早已见底 生活难上加难 张世勤说 他也想履行和孙德胜的赔偿协议 可是家里实在是拿不出这个钱 为了给家里省钱 张世勤只能在闲置的厂房里 租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 冬天冷夏天热 对于火灾这个事 张世勤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 二层上边东侧的起火点是 它个电磁炉 电暖器 还有小太阳取暖的 什么电器都有 二层西边建筑人 然后就因为它使用的 那个电器太多 给找起来的 据张世勤讲 2018年自家的二楼 就租给了周围强一家三口 他多次好心提醒租户周围强 注意用电安全 果不其然 到底还是发生了火灾 我觉得他应该承担一步管责任 张世勤说 火灾是租户周围强 违规用电引起的 自家的房子也被烧了个金光 到现在也没钱重建 他认为周围强 应该承担这场火灾的主要责任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编导再次找到孙德生 对于张世勤的说法 孙德生认为 他纯属是推托责任 到现在一直这个钱还是不给的 简直说是一点诚信都没有 他就是一赖 我们现在弄得没办法 整天是特别的困惑 孙德生告诉编导 张世勤的说法都是老套路了 每次都是各种托词 百般推为敌赖 孙德生认为 指望他们出钱修房 一是等不起 二是不现实 无奈之下 2020年的9月21日 孙德生一指诉状 将张志军告上了法庭 要求张志军一家赔偿经济损失 共计23万元 审理此案的是具有多年 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何阳彪 经过我们对这起案件的初步的研究分析 就发现这起案件 我在事故发生的地点 是在宋庄镇的富豪村 这个富豪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 这几年因为拆迁 所以匆匆匆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周围也建设了很多的楼房 但是也有很多的宅地地上的这种平房 这种房屋 而且离得很近 所以容易造成火灾的事故 开厅判决不利于邻里邻居之间的矛盾的化解 如果按键开厅判决 就肯定会有一个是胜诉一个败诉 这容易激化邻里之间的矛盾 孙德生和张世勤所在的富豪村 寸土寸金 像他们两家这样的房屋结构 在宋庄镇还有不少 这种砖混加板材结构的房屋相互紧邻 一旦发生火灾 火势很容易失控 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何法官认为 可以把这场火灾作为一个典型案件 在化解乡民矛盾的同时 也给当地村民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为避免两家因为这场火灾 关系再次恶化 何法官决定发挥法院调解 与基层共建的优势 和法官助理张金明一起 来到了宋庄人民法庭 溯源治理基层共建点 找到团里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康雪松 利用咱们这个点的优势 给他们做一次调解 都是咱们一块 联合给他们来做这个工作 这件事我大概已经了解了 然后这件事我一定说 跟你们比较好了 给他们做一次备合备的调解 把这事原本地解决 康雪松把张志军和孙德生两家的基本情况提供给了法官何阳彪 让他对两家的家庭环境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前期的调解准备工作就绪后 两位法官前往孙德生家实地调查了解 法官何阳彪打算先从房屋的外围进行调查 看清房屋被烧的一个全貌 做到心中有数 一层是砖混结构 二层是钢结构 孙德生告诉法官何阳彪 由于一楼是砖混结构的 所以得以幸存 二楼刚才结构的房子 里面是被烧光了 所以房子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为了解到起火原因和当时的情景 法官何阳彪询问了附近的邻居 邻居告诉法官和编导 最开始起火是在房屋后墙 然后才开始蔓延 按照邻居的说法 房屋后墙是损坏最严重的地方 随后法官何阳彪来到房后查看情况 一直烧到我的东头 烧到你的东头了 就从这边穿出来 对对对 火都从这边穿出来 法官何阳彪在弄清楚 房屋被烧的外围情况后 他认为找到火源的位置 显得尤为重要 那是怎么起的火 到底具体原因是 具体原因 就是说他们 消防队判定 就是说这个是电路 电路找火 你的位置是什么地方 位置就这个 就起火就是这间 就这间 靠近我的这间 这是您邻居家的这间 对 就这儿 以这儿 我这不是有一份吗 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他的 那边是他 他就从那开始找 从那开始找 孙德生告诉法官何阳彪 当时的起火点 在邻居家二楼 自家乡民放家用电器的房子 请客间就被引燃了 这给自己家带来不小的损失 这个烧大概面积有多少啊 对 火面积有多少 那基本就是200平就全烧了嘛 200多平米 就整个你这个 对 二层 全烧了 你这屋里大概有什么东西啊 就价值有多少 价值我们就是当初没完全统计啊 就是三万九千八百多 孙德生说 这场大火不仅烧毁了所有的家用电器 楼上200多平方米的八个房间 请客间也都化为灰烬 就差点起火点 直接引过来到这 您看啊 这所有石垢板 石垢板先烧了 这就说您看 这门都烧 全烧碎了 门都烧碎了 烧碎了 这电键 这电键 电键 电键 全完 这个 烧都烧成这 烧焦了 烧焦了这一片 这火整个 从窗户都从这儿喷出去了 你那个窗户都烧完了 窗户都给喷出去了 直接就这窗户都给喷掉了 烧焦了喷掉了 把这不是全烧了吗 全是 对对 完了就是那边 那边是吧 全扮演到那边去了 据孙德生说 二楼被烧 给自己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一家六口人被迫住到一楼 显得十分拥挤 我是挺热的 喝点凌热 但是温度没好 温度却很低 温度很低 12度 才十几 12度 原因是啥 原因是后边 我这个不都给烧了吗 把一楼的顶部 一楼的顶部都给烧了 然后 现在我都用门板 我都用门板 我都用门板跟那个扇布扇着 而且这儿用缩刀布 那边我锅里全碎了 我个儿的钢化锅里 就是密封的全碎了 因为火势太猛 一楼用来采光 保暖用的钢化玻璃都烧碎了 刚刚入冬的季节 没有预寒设施的一楼 格外的阴冷 原以为邻居 很快就能把房子修好 孙德生一家人 就在这个阴冷的房间里坚持着 可是一个意外 让孙德生觉得 家里人住在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上面装了监控了 结果在大约11月有一天 就从那边进过人 因为我们有监控 进过人 进到家里人 对 进到家里来 进到上边了 就是二层 进过来了 当时我也报了案了 这件事发生后 孙德生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和女儿女婿 带着四岁的小外孙女 被迫只能出去租房住 现在只剩下他和老伴 守着这座房子 二层找到一层 也受到一定的损失 完了就是没法再住了 一个是安全隐患 是吧 一个是气温 原来是我达到19度到21度 我这屋还可以 从这弄完了以后 就是老十三四度 十四五度 我们家小孙刚几岁 完了老太太88岁 就没办法了 也不能再住了 孙德生说 邻居张志军没有履行 当时修房给钱的承诺 才导致自己的亲人 有家不能回 为了证实这件事 孙德生拿出当时的协议 打着四方协议 就要正义章 就是您和您的邻居 对 他就说四方 四方 协商 协商 打上了这么一个协议 孙德生还告诉法官何阳彪 火灾之后 他们也曾在消防队协商过 当时是张志军和两个租户 及自己四个人一起进行协商 所以自己只能是要求张志军 在五月一日之前修复房屋 并且赔偿三万元的经济损失 协议签订后 孙德生就找不到张志军本人了 完了我也找不着人 这打完电话以后呢 那还等吧 他既然这样说了嘛 对不 说有困难 孩子儿子结婚 您那缓一步 完了呢 还有疫情 就这么说 我六月份又给打电话 打电话说 差不多了 那个马上就给您弄去吧 给您恢复吧 那个等人来了 这是第二次打电话 第三次打电话 就是七月份了 我看人家都施工的 都弄上了是吧 我就给打电话 就不接了 一天我打了七八次电话 打了七八次 我一天就打七八次电话 人根本不接我这事了 不理我这事了 完了我一看这不对 这事 后来还语音拦捏 给您拉黑了 拉黑了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不方便出行互动 孙德生也理解这个情况 他就赶紧打电话给邻居 可是这个电话 怎么都打不通 为此他现场证明 给法官看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孙德生告诉法官 何阳彪 现在既见不到人 也打不通电话 我跟你说 甭说马打的他心度有 说实在 咱就不能这么干吗 为了弄清楚 张志军为什么不按照约定 偿还赔偿金 法官和编导一起 找到张志军的妻子 张世勤了解情况 您好 请问是张世勤吗 您好 您好 我们是通风法院 送送法厅的 孙德生跟我反映 说他之前多次联系张志军 张志军电话也不接 也不给他回复 也不给他赔偿 相关的损失 所以他就进行起诉 我们想了解一下 张志军是不是 一直也不接电话 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也不给他 积极进行赔偿 有没有这回事 谢谢 谢谢 我这个是这样 就是至于他签的这个 几个人签的这个协议 他也没告诉我说 我更不知道这个协议 这一堂的事 不知道 这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接电话 不接电话 还有他打电话 打电话这事 我根本不知道 你也不知情 真不清楚这事 不清楚 张志勤说 在孙德生起诉之前 丈夫张志军和孙德生 签协议的事情 他并不知情 事情拖到现在 张志勤表示 自己的生活实在是有困难 有心力不足 丈夫我们就没法住了 也没有这个经济在修建它 所以就跟这边住的这个房子 这就搬过来了 搬过来了 那你们在这住 住房多少钱 一千多块钱 就住不提那个 那种就是 真领的房 就住这厂房了 张志勤说 这个事都是丈夫张志军 和孙德生两人协商的 自己不是很清楚 目前的生活状况 做一个女人家 也管不了那么多 更何况引发火灾事故的 是租户周围强 不是他一个女人家 能掺和的 是认为这个 我们家租房二层的那个租户 这个周围强 他有责任 我认为他应该 跟我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租户也应该跟你 一起来承担 对对对 这个我们后续还要再调查一下 法官何阳彪 从张志勤那里了解到 他家没能履行协议 第一个原因 是家里没有足够的钱 其次张志勤认为 这个房子十几年了都好好的 为什么租户周围强住着 就起火了 是租户过度使用电器 引起火灾 应该由租户周围强 承担主要的责任 法官何阳彪没有急于把得到的消息 告诉孙德生 他和法官助理张金明 对案件再次进行梳理后 决定先从当时的租户周围强 着手调查 租户周围强说 火灾事故后 消防队已经对事故的责任 做了认定 火灾是张志勤家的电信老化 和走线不规范引发的 为了求证这件事 法官助理张金明 拨通了通州区消防支队的电话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 我再向您核实一下 当时孙德生和张志勋 他们之间的火灾的情况 组织了一个四方调节 是吧 我们没有对他进行过四方调节 只是坐下来跟他们 把这事说了说 就是我意思说 在你们的组织之下 本身你们没有这个义务 但是你们还是给他们 安排了一个 是吧 这样一个现场调节 是吧 一个见面会 给一个见面会 让他们自己去协调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那这个最后协调的那个情况 是您组织的吗 还是 对 那天我给他送拿完认定书 我现在给他组织了一次 就当时租客表示 就是说我不要去赔偿了 是这意思吧 对 租客表示不要去赔偿了 就是说这个孙德生 他还要求说 我还要求继续赔偿了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北京市通州区 消防救援支队出具的 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 认定火灾 是由张志军家 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张世勤并不认同 他认为 引发火灾事故 完全是租户周围强 不听自己的劝阻 使用大功率电气导致的 这个责任 应该由他家和租户周围强 共同承担 可孙德生坚决认为 他和租户没有关系 自家的房子 是因张志军家的火灾 被烧毁的 理应由张志军负责 那么这场火灾的责任 到底谁来承担呢 大家看 这就是北京市通州区 消防救援支队出具的 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 上面写着 这火灾是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那么我们会问了 这火灾发生后 责任是应该由张志军来承担 还是应该由租客来承担呢 今天我们就来连线北京官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施文朔 施律师您好 就本期节目当中 张志军家二楼起火 那么这个租客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主持人您好 这个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 是可以作为火灾理赔的一个证据 证明起火原因是电气线路老化 电线布局不规范 根据民法典第708条的规定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成租人 并在租赁期间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出租人有保障房屋具有使用条件的义务 电气线路属于租赁房屋的一部分 其安全性应当属于出租人的法定义务范围 张志军未按照法律规定执行 家中发生火灾 这就说明张志军没有尽到出租人的义务 其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志军来承担 好 施历史说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出租人就是张志军 应该来承担主要的责任 那么他应该承担具体的责任是什么呢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 有加害行为 有损害事实的存在 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 发生的火灾属于法律规定的损害后果 根据现场勘验 调查询问和有关检验 鉴定意见等调查情况 结合法官的调查和火灾事故 检疫调查认定书的内容 基本可以认为张志军的侵权行为 和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而张志军本人没有对屋内电线 尽到检查维修的义务 对火灾的发生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 作为房主的张志军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分析本案 构成侵权行为的 根据民法典第120条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 承担侵权责任 也就是孙德升有权力 请求张志军承担赔偿责任 好 谢谢施律师为我们带来的解答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 法官如何处理 法官何阳彪和法官助理张金明 通过现场勘查结合火灾资料 并没有发现租户的房间里 存有大功率电器 结合消防队的电话调查 也没有证据证明 租户周围强使用过大功率电器 通过调查走访 以及询问相关的一些情况 并结合咱们消防部门 出具的事故认定书 我们认为起火的原因 还是因为被告家中 电线的线路故障 所导致的火灾 被告认为是租户有责任 这一点是根据 我们调查这种情况来说 以及消防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 被告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天一早 法官何阳彪与法官助理张金明 再次找到张世勤 如实告诉他 张志军应该对这起火灾 负有直接的责任 是你们家着的火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原告家 给的房子给烧毁了 产物给损失了是吧 那这个呢 而且呢 在消防部门认定的 这个认定书上呢 也写的是 要是你们家的 这个泄露的这个原因吧 是吧导致的 所以你们这个责任呢 肯定是要承担的 理想到张世勤完全不能接受 法官何阳彪的说法 他认为 两家之间的协议是无效的 这一说法 让法官何阳彪很意外 这个协议我不认同 他没告诉我说 也没跟我商量 所以我不认同这个协议 当法官何阳彪问张世勤 为什么不同意 他迟迟不愿意正面回答 法官何阳彪意识到 张世勤内心一定有所顾虑 所以他有意走出房间 让编导和他单独聊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流 张世勤终于道出了 藏在心里的一个隐情 我说敌关就一到八百四分 为什么你们两个羊口都在 我不知道北京的爷们 是不是都这样 年轻的时候喝酒啊 完了中午我做完饭 然后 苦瓜苦友都来吃饭 家里那么乱不怕呢 我们打了五十个 打了五十个家 据张世勤讲 丈夫张世勤平时就爱喝酒 喝完酒就耍酒疯 夫妤之情早已在打打闹闹中 荡然无存 他多次有离婚的想法 考虑到自己的孩子 张世勤默默地忍受了这么多年 他喝了酒以后 忽略忽略地现在 所以这个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喝酒 一喝酒也许夜里头睡哪儿躺哪儿都不知道 都知道他喝这酒 好喝酒 好酒 张世勤说 凭他对丈夫张志军的了解 签协议时一定是在醉酒的状态下进行的 因此张世勤对这个协议的有效性存在质疑 为了弄清楚张志军是否在醉酒的情况下签协议 两位法官再次会同溯源治理基层共建点 与知情村民调查取证 同时与消防支队进行沟通 事实证明张世勤提出 丈夫在醉酒状态下签协议的理由不成立 这个事出来以后 而且咱们通过协议上也约定了 说你们确实给那个原告家要进行赔偿 所以现在这个事肯定你是要面对 要积极地去解决这个事 而且人家现在也起初到法院了 我们肯定也要往下处理这个事 就是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的一个办法 法官何阳彪的说法 让张世勤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思考再三 张世勤表示 愿意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 一起协商解决问题 原先签过协议嘛 签过协议说赔偿三万 然后把他的房子修好了 修建好了 能按这个协议走吗 这个我们再做做工作吧 在法官何阳彪耐心地疏导下 张世勤认可原来的协议 并表示尽快兑现承诺 原以为事情到此有了结果 没想到孙德生却一口回绝了 他认为张世勤反复无常 完全不值得信任 如果没有这场火灾 二楼房屋出租一年半 就有七万多元 这个账不能不算 孙德生是富豪村的农民 一家人的生活 主要依靠房屋租金维系 现在房子被烧了 不但租金没了 还要花钱租房住 这个是桂林租 外边租房的 这是你们到外边租房的 到朝阳那边租了个房 对 孙德生说 再按照原来的协议方式解决 是不可能了 当初考虑到邻里关系还不错 才签的那份协议 既然张志军一家不讲情谊 那么自己家所有的经济损失 都应该由他来买单 修房这个事 再指望张志军 恐怕也是遥遥无期 所以孙德生主张 张志军出钱 自己修房 我找了两个人 第一份我做了是36万 就是把拆除 把上面拆除二层 拆除完了建成原貌 就是还采用这材料 就是说还是这种材料 还有一份报 就是算材料 乱七八糟全算上以后 就是24万多 现在孙德生不单单索赔 23万元修房款 还要求张志军家 赔偿他出租房子的损失 和女儿租房的费用 共计30万元整 对于孙德生提出的新诉求 张志军会是什么意见呢 他的意思就是 不是把他房子烧毁了吗 他没法住了吗 他的租房的损失 乱七八糟加了一块 现在他要就 你们给他赔30万 法官何阳彪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 一方面张志军生活确实有困难 拿不出30万元赔偿金 另一方面 孙德生家被烧毁的房子 也是急于修缮 如果按照孙德生的诉求 去调解本案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下一步究竟怎么走 这让法官何阳彪陷入了沉思 根据咱们2021年1月1日 实施的中华民共和国民发典 第1184条的规定 侵害他人财产造成损失的 应当按照财产的市场价值 或其他合理的方式来确定 本案火灾造成孙德爷家的损失 主要就是包括一个是 直接的一个损失 就是造成房屋损毁 就财产这方面 就包括孙德上也提到的电器 加剧 是吧 这些损失 然后第二个方面 孙德上也提到的这个租房损失 就租房损失 应该是属于间接的损失 就租房损失 从我们以往的 这个审判的经验来说 就是你应当就是如果说这个火灾 造成你无法在你原住房进行居住 需要就确实需要另外进行租房 那你应当是在同地段 同等的这个面积 和同等价格的基础上 你进行租房 法官何阳彪认为 调解的前提 就是要根据现在的物价 对维修房屋的价值准确评估 其次是确认孙德生 索要房屋租赁费用的合理性 法官助理张金明 与孙德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 六十平米 六十平米是吧 那一个月在朝阳是吧 一个月是四千五 四千五 按继妇还是年妇 一般是你们这边 季妇年妇是为妇的 都是按季妇妇是吧 我说当时是什么情况 就是是因为这个家里起火了 这个家里住不了了 出去租房了 还是说什么情况下 你选择了去外面租房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之前我奶奶也在那 你奶奶也在那 然后那个你也在那住 是吧 我们一家子 法官助理张金明通过调查发现 家庭人多嘈杂 是孙德生的女儿 搬出去租房的主要原因 像孙大爷家的这个 他的情况就是 可能他不是在这个 他们本村进去租房 而是在通州区以外的区域 进行租房 而且价格相对偏高一些 这种情况下 是否能够支持他的 关于租房造成的这种损失呢 我们还需要在集合案件情况 进行研究 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然后造成给予明确的答复 在得到信息后 为了准确地判断 孙德生提出的租房费用 是否合理 法官何阳彪 也同其他法官进行讨论研究 最终得出 这个租房费用是不符合赔偿 那么就等于 30万是减少了 13个月租房的 约6万7500元的租房费 为了解修房子的费用 法官助理张金明 专门去了一趟建材市场 了解情况 我想咨询一下 那个咱们农村啊 农村建这个就是宅基地啊 宅基地二 比如说建了二层 想用这个石膏板 但是石膏板的价格 大概是怎么卖 就是我们在按针呢 一张是多少钱 一张25 一张25 是多少平米的 一张 3.6平米 那如果说200平米 就是说我这个二层 一共200平米 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200平米 你少一千多块钱吧 在建材市场 法官助理张金明 就同法官何阳彪 算了一下账 按照孙德生家 200平方米面积计算 好点的石膏板 是10元每平方米 中等的防水建材 是40元每平方米 加上钢材费 人工 保温板等费用 大约是5万元左右 加上3万元的电器 和出租房的损失 折价2万元 总计10万元 法官认为 孙德生诉求的 30万元赔偿金 远远高于实际的 经济损失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是吧 划脚矛盾的角度 就是咱们呢 就是说你刚才 一开始主张的呢 可能数 就是对于对方来讲 也有点高 就他可能一直 可能不一定 拿出那么多钱 可能就是你也了解 他的相关的情况 就可能也不是那种 就是说 一下能拿出那么多钱 来的人 是吧 咱们呢 你看咱们呢 就是推上一步呢 就是说先赶紧的 就把这个事解决了 就是说把这个房 先盖起来 是吧 盖起来之后呢 就是解决这个 安全的隐患 法官何阳彪 把调查到的 修房是10万元的结果 告诉了孙德生 告诉他 不仅要考虑房子的损失 也要考虑 未来的邻里关系 不一定够 10万多 是是 完了呢 咱就没有 这个间接的 这个住房的损失 等于没有好 孙德生对于 10万元的经济补偿 没有明确表达 他告诉法官何阳彪 他需要考虑考虑 法官何阳彪觉得 调解的契机已经出现 他告诉孙德生 和张世勤 两人第二天 要在基层共建支援点 见个面 进行最后的商定 现在呢 就是说 最终均过 咱们的做工作 努力呢 就共同的努力 现在呢 就最后给您 那个赔偿呢 一共是10万块钱 这个呢 就你看您这边 什么意义 这个10万块钱 肯定是足够 但是呢 咱考虑到 你们觉得 也挺辛苦的 给我们调解 完了呢 就是说 又是相里相亲的 对 都是相里相亲 也是 差点 肯定是不够 就是最爱不够 肯定就是 修房子都不够 但是呢 咱们就是让一步 就得了 为了能尽快修好房子 孙德生最终同意 以10万元 来补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来解决两家的矛盾 随后 张世勤 也来到了基层 共建致援点 这种 有了什么意义 对于法官 何阳彪的问题 张世勤 一直没能给出 确定的答案 坐在一旁的 康雪松主任的一番话 让他做出了决定 像现在 你家一着火 然后把邻居家设计了 人家邻居家 所有的屋里的 什么家电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都给毁坏了 你想 要说这笔钱 可不是一小数目 不是说 你想说十万 就是十万了 反正 就是给你 调到嘴地 你自个儿能接受 然后还得让那个 被烧一样 心里也得有 也能接受 他要接受不了 这就是和解不了了 怎么都不行了 再跟他商量商量 就是不能再往上架 最多能接受十万 对对对 最多能接受十万块钱 这个事实 张世勤愿意给出十万元 用于赔偿孙德生 维修房屋和家用电器的损失 这也和孙德生 答应的赔偿金额 是一致的 随后 法官和杨雕 把双方叫到一起 进行最后的调解 按说 最近事儿对您的损失也挺大 影响也挺大 无论是金额 还是财务 都影响很大 确实对不住 就是以后还在相处 毕竟是有进步进铃 按说您多好一点 咱们总的来说 还是相比相近的 是吧 对 你说了 感情不进 咱们也可以理解 我是不是损失一步 反正肯定够 就是损失也就损失了 反正把那个乱说这个 到时候也不辛苦 就是研究 孙德生和张世勤 最终达成调解 约定由张世勤赔偿十万元 用于孙德生家的修房和其他经济损失 双方约定 一年之内 分期支付十万元赔偿金 法官何阳彪 随即带着两人 来宋庄人民法庭 进行签字 今天咱们到法庭这儿来 陆总的事咱们就打受调解了 是吧 笔录打出来 双方签议的调解笔录 就把这个事固定下来 孙德生和张志军两家的纠纷 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两家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 张世勤在签完字后 立刻转了五千元给孙德生 来表达自己愿意履行调解协议 这次呢 就是咱们把这事情都解决了 我也特别感谢咱们发败 跟你们咱们走 是吧 完了呢 我也跟我老爸说一下 我心里现在特别高兴 是吧 还挺舒服的 你以后还是我二嫦 咱们还是好男爵 是是 没错 就是以后按这个程序走 按时还钱 还是好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嘛 有句老话 不都这么说吗 在宋庄镇 像孙德生和张志军这样 两家之间房屋紧邻结构的 还有很多 消防部门提醒 如果用火用电设施不安全 消防意识不提高 随时都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 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的电机线路 尽量按规范去设置 隆里之间相互守望 一家有难呢 多加帮忙 四天后 孙德生家里来了装修工人 这一下可忙坏了他 为此他的老伴还特意下厨做菜 一道道热喷喷的菜箱 让装修师傅们工作得更加齐劲 孙德生专程赶来妹妹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 再等两个月 自己一家人 又都能乐呵呵地一起生活 孙德生和张世勤两家 达成调节的一个月后 法官何阳彪 在办案回宋庄人民法庭途中 前往孙德生家 看看他的房子 孙德生说 修房款张世勤已经开始支付了 现在二楼也基本都修复了 再过一段时间 这些房间就可以出租了 他还告诉法官何阳彪 几天前 张世勤还专门来了一趟家里 两家的关系正在慢慢地恢复 屏幕上的这张图片 是我们变成抓拍的一张照片 大家看这多温馨 如今孙德生被烧毁的房子 终于有了说法 也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 用不了多久 这房子修好了 他们一家人呢 又可以团聚了 在此呢 我们也希望孙德生 不仅找回家庭的温暖 未来也要慢慢地修复 和邻居之间的感情 毕竟 这远亲不如近邻呢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收看 乡里乡亲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欢迎通过乡里乡亲的央视频号 上传您的求助信息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帮助解决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